歡迎收看 荊州最前線三立搶先看 我們要帶您關心的是 2024大選落幕選出了 未來要領導台灣四年的 這位領導人賴清德 他活躍政壇有三十年的資歷 當過國大選贏過四次立委 兩次臺南市長 上一次是選上了副總統 這一次是總統當選 一共締造了九次的不敗紀錄 但同時他也面對一些挑戰 因為四年前英德配拿到了 八百一十七萬票 史上最高 但是轉眼四年之間 賴清德是拿五百五十八萬票 少到的兩百多萬票 他算是驚險的延續綠色執政 但是也打破了政黨輪替 八年的魔咒 賴清德跟其他以前當過總統的人 有什麼不一樣呢 他可以說從地方到中央 資歷是最完整的 未來四年他要把台灣帶到什麼路 我們都一定要知道 有句話說個性決定命運 那我們就透視賴總統的六種人格特質 這是金周刊經過走訪之後 所歸納出來的 他第一個特質就是 非常的有正義感 我們請看看剛剛這一張圖 就是說他當初千辛萬苦 考上了醫生 還去念陳大後醫系 念了兩個大學的科系 才考上醫生 好不容易當上了 但是卻不顧家人反對 棄醫從這撩下去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要做會讓血熱的事情 第二個就是他非常有同理心 疼秀甘苦人 他在台南當立委的時候 南門路二十一號 他像醫生一樣在那邊 每個星期三讓選民掛號 親自用看診的方式來服務選民 我們要帶您來看看 就是因為這樣的個性 他才能夠當領導人 因為不會講錯話 也不會嗨過頭 而且重要的是他非常的秀情 在二零一六年還記得嗎 台南在小年夜發生了大地震 圍貫大樓整個倒塌 當時的市長賴清德 八天七夜留守在災區現場 把一雙球鞋的錢裡都走破了 而後來這個倖存者 有人去關心嗎 不要以為只是手掌作秀而已 在事情過後怎麼處理呢 倖存者這一位叫做洪嘉義 他的雙腿截肢開了二十幾次刀 結果賴清德當了行政院長之後 依舊每次回台南 一定親自去拜訪他 連續三年 每次都聊個一兩個小時 而且還不讓媒體知道 最後甚至幫他找工作 當水果銷售員 還在他第一場直播賣番茄的時候 親自南下合體 就可以看到他暖心的一面 不過現在賴清德要面對的是 這個民意基礎剩四成 從八百一十七萬票 現在變五百五十八萬票 立委從六十幾席調到五十二席 民意所歸等於是不想要完全執政 那麼在這種雙少數總統的情況之下 政黨的部分第三勢力也崛起了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請教 金秋刊的資深記者陳彥恒 對於這種超小野大 三黨不過半的國會 主打小英路線的賴清德 也被質疑開創性不夠 下個四年他要如何讓台灣更好呢 以你親身的這個採訪經驗 可以來告訴大家嗎 是 只不過這一次賴清德副總統 當然是為民進黨手下一個很重要的勝利 不過我們也看到說他在總統得票沒有過半 那國會席次也沒有過半 他其實是面臨一個雙少數的一個狀況這樣 所以未來執政挑戰是會非常非常的艱鉅 那很多人都會講說 民進黨這一次雖然贏了 但是為什麼贏得這麼辛苦 當然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任何政黨執政八年以來 一定會累積一些包袱 那也會有一些民怨是需要去解決的這樣子 那這一次因為他主打的就是 看到他的選舉主軸會是在講說 就是延續蔡英文的路線 那這對很多選民來講 也會認為說他的這個策略是有點保守啦 不過具有開創性這樣子 就是因為大家會想要統領會是希望看到 未來四年或是未來八年可以過得更好 那當然這也是因為說 這是因為賴清德副總統 現在畢竟他是執政團隊的議員 所以當然他即使認為 現在執政有一些做得不夠好的地方 但是這一次可能在策略上 也沒有辦法太大開大合的去做一些檢討 或者是一些改革這樣子 對 那所以這會是他的一個限制 不過現在就是選舉已經選完了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他接下來可以好好的跟民眾來溝通 然後來讓這六成的民意知道說 他接下來要如何帶領台灣 去做更多的改革 或是更多的改變 那他自己的賴清德路線到底是什麼 好 這個執政雖然有包袱 但是也有新局 像是這次進入國會 這位最年輕的立委黃潔才三十一歲 只花七十天打選戰 就獲得了過半數的選票 而且還要進入國會 跟他翻白眼的宿敵韓國瑜來互動 而剛好遇到了太陽花運動十週年 他是在種太陽花戰將落馬之際 他是一支獨秀選上了 那麼面對未來這個新的太陽花世代 要何去何從 那麼這一屆的立法院戰將如雲 像是黃潔 韓國瑜 王世堅 黃國昌等等 是不是會因為太會講話陷入空轉呢 好 這次立法院 讓人家非常期待說 不只有很多的新科立委 當然也有很多的老將回國 那像剛剛主播提到 有非常多的各黨的戰將 會即將進入立法院 對 那三黨不過半的狀況下 當然就是人人都有表現的舞台 但是當然很期待是說 可能民進黨作為執政黨 是必須要有更多很好的溝通 不管是跟在意黨 或是跟民意之間有一些溝通 那藍白陣營就是作為在意黨 當然是堅持自己的理念之外 可能也需要就是 不要一味的杯葛這些時針 那讓整個國會可以 炒一個比較正常的運作這樣子 可以比較避免空轉 讓國家的這些政策 可以很順利的再往前推動這樣 好的 我們謝謝彥恆 新局大家都在看 以上是本週的 荊州最前線 三立場先看 我們再會